今天我們講一下如何種豆角 今年我們種了12棵豆角 產量很高 所以我們回頭總結一下 剛才我們在溫度79-86华氏度 即是26-30攝氏度的時候 翻肚後我們會淋肥水 再曬它兩三天 種子之間大概隔40厘米16英寸 因為豆角不喜歡那麼多水 所以我們在種子兩邊畫兩條排水坑 大家現在看的是我們下了幾天雨 然後水就積在種子兩邊的坑 大概10天就會出廟 我們掛了大創的網 再過兩至三個月就會開始有豆角 接著我們要分享收集豆角的技巧 現在看到的這條豆角已經長了三次 接著還準備長第四次 要它長這麼多次 我們關鍵不撕的時候 就不能傷到它這個頭 只要沒有傷到它的頭 它就會繼續在它的前端上 繼續生生的豆角出來 每一枝它都可以生很多次 我們現在天氣開始轉涼了 那些葉都開始掉了很多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豆角 繼續在這裡出 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夏天都可以不停地收豆角 謝謝大家 session 感谢观看